因為這部劇狼版叫做A to Z 命運的記憶體嘛 所以它這裡面有收入A到Z 所有的記憶體 好不好 Norso Norso 我是好 什麼叫 來 各位 我們要來接續我們上禮拜的W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W的商品 以低差品來講 它應該算是它目前最高的吧 超過我們的尖牙 價格 破表的一個 Komen LiDAR JOKA專用的T2 JOKA記憶體好不好 我要先說一點喔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這麼這麼的貴 因為呢 這個的販售管道只有兩個 而且兩個價格差太多 這個版本是屬於雜誌限定的版本 就是你購買雜誌會贈送的版本 當年可能雜誌都沒人買吧 就是超級無敵貴 夭壽 然後第二個版本的話是屬於 假設你購買CSN的一個迷失母機 好像出回特點裡面就是附我們的T2 JOKA 所以呢 JOKA入售的話只有這兩個啊 沒有任何什麼其他DXSG啊 SG好像有 但是沒有人會想要SG 才會導致這個東西這麼這麼的貴啊 而且還有一個點就是 CSN版本的跟DX版本裡面搭載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好不好 所以呢導致這個東西也是水漲船高 非常非常可怕啊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這個 Komen LiDAR W系裡面最頂規的一個商品好不好 然後那我要先說一點喔 呃這個我知道好不好 就是說它有出副場的一個版本 但是呢有建議我真的很喜歡Komen LiDAR 所以呢副場不是說不好 好奇言哥哥有一點點不好啦 但是呢只要正版裡面有出貨這個東西 然後副場又出貨跟它類似或是近乎一模一樣 通常我都不會推大家去買啊 如果真的很想要的人 我還是建議大家咬著牙去買正版會比較好啊 因為畢竟這算是比較尊重一下版權啊 除非你個人沒有很喜歡W 啊很想要玩的話 好這個大家會提到的事情 我就在這邊稍微幫大家點過一下就好 然後呢我們今天終於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Komen LiDAR JOKA 那我們把這個情緒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看看這個記憶體大概長怎樣 因為由於它當初設計是以DX規格進行設計嘛 所以呢它的這些邊框啊 基本上設計的就跟DX版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啊 沒有特別提升它的質感啊 就很普通很普通 所以呢基本上它的外殼部分啊 都跟DX版的JOKA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再來是中間貼紙的部分 中間貼紙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是一樣的 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貼紙部分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整體點比較下來 我覺得這個感覺更紫耶 紫色的氛圍是更強一點 然後DX版的話感覺稍微藍了一點 就比較亮一點啊 所以整體呢我覺得 T2版本JOKA看起來顏色更重一點啊 它下面這邊它寫著滿滿的JOKA 代表說一個數據的概念啊 因為它是USB啊 算是蓋亞記憶體的一個常規設計 並且這邊的話寫著一個JOKA 我這個很可惜的點是 我這貼紙有點小曝啊 T1跟T2記憶體差一點 最大的地方就是 記憶體的接口的地方啊 你有沒有發現 T1的話屬於金色啊 但是呢 到T2這邊之後呢 變成藍色的啊 這算是這個最重點最重的地方啊 哇不錯不錯不錯 看到是藍色就是爽啊 所以呢我們把這整個全部看下來之後呢 這兩隻記憶體上半部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唯一差異的部分就是在 接口是藍色這個點啊 然後呢 T1跟T2的意思就是 這個話是屬於比較初期型的 這個話是屬於次次帶記憶體啊 簡單來講就是 劇場版裡面A2Z命運的記憶體 所有出產這種記憶體啊 都是屬於T2記憶體啊 可以直接拿來變成怪人機的一個使用 OK我們這樣的話 就讓所有的東西給講完 然後我要先說個點喔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這部劇場版叫做A2Z命運的記憶體嘛 所以它這裡面也收入A到Z所有的記憶體 好不好 哇這個點真的超級無敵車 來我們先按第一下 Joker 第一下的話是我們Joker 當你在按第二下的時候呢 AXEL 你發現跑出AXEL BORD CYCLON 第二個的話是鳥嘛 就Bird 然後到第三個的話是CYCLON 所以呢簡單講 A2Z命運記憶體裡面 只要出現了T2次次帶型 A到Z全部都收納在這裡面啊 你覺得它這隻機體到底為什麼這麼貴這麼扯啊 Dummy Eternal 有沒有Eternal也有啊 Bang C Heat 大家最熟悉的H Icewish Key Luna 有沒有Luna也出來了 這時候到L了 Metal 有沒有Metal金屬也來了 Nasca Ocean Puppetia Queen 哇有沒有連Queen都有收入耶 Rocket Skull 有沒有Skull老爹那隻也是有收入的啊 TRIGGER UNIKO UNIKO這隻的話就算是屬於E哥的必殺用記憶體 我沒有記錯的話啊 Violence Weather Weather也有耶 Weather的話就算是劇中非常重點的一個反派啊 Extreme YESSA DE ZONE 肉也有啊 肉的話就算是屬於E哥的一個必殺記憶體 E哥的必殺記憶體應該是兩隻 就是UNIKO跟我們的肉啊 肉的話就比較猛了 它可以一次照樣出全部的蓋牙記憶體啊 JOKER 結果回到我們JOKER 所以呢到時候他的J被拿掉 被移到第一個因為他是屬於JOKER 後續就是A到Z的方式進行排序嘛 欸這隻記憶體 不貴也難好不好 就像這張T2裡面所有的重點記憶體 全部都收好收滿啊 哇讚讚讚讚讚讚 這隻我當時拿到真的完全嚇到 然後想說哇 怎麼收到這麼多東西啊 試看長壓啊 看有沒有什麼隱藏一下 它長壓的話並沒有搭載我們南著的語音啊 小遺憾小遺憾 那我們把這邊全部測試完畢也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幫我們進行一個 實測好不好 變成我們的COMMENT LIGHT JOKER 去吧 Philip JOKER 沒想到當年的雜誌限定啊 這麼這麼的佛心啊 然後我們今年看一下 基本上就變成只差一邊而已 最後要顯示我們的J這樣子 而且順帶一提啊 以往的JOKER應該是要插在這一側才對啊 但是這一側要被拔掉 所以我們JOKER只能換到這一側啦 嗯讚讚讚 完全是別有一番風味啊 然後我們稍微再變身一次啊 給大家再體驗一下 J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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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身就是這麼簡潔的利誘 而且下面會要呈現一個紫色啊 然後我們把這件講完之後 我們來發動一下它的必殺機啊 Lighter Punch J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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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CHEMAM DRIVE 完了 我發現這邊有個很遺憾很遺憾的點 正常來說 T2JOKER的必殺機在原作中 是會在伴隨著一個比較偏向於 初代卡門拉達的那種特殊音效啊 結果這邊的話是把它移除掉 它這邊的話必殺機是採用一個很普通的必殺機啊 JOKER PATCHEMAM DRIVE 真的非常非常遺憾啦老實講啦 原作版本的我們還是稍微在那邊播一下給大家聽 這樣至少帶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知啦 然後呢我知道大一點好奇一點啦 如果假設切換到其他記憶體插進去會發生思想好不好 會發出對應的音效那就省了 好看來說我們想多了 哈刷過去之後呢一樣是我們的Joker 並沒有做任何其他的更改啊 小遺憾小遺憾 好如果切換一下放到我們必殺機才看到發生的事情 好完全一樣沒有做任何更改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他的音效就是只有Joker那一套 所以我們把它這樣全模完之後呢 我們會很清楚知道一個點就是他的賣點就是在於 Joker無停斷點的一個變身啊 就是你一刷過去就在變Joker跟原作中一模一樣啊 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比較特別比較亮眼的地方啊 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假設這兩隻搭在一起 因為呢音效會有前後順序問題嘛 這樣子的話應該可以還原出 Decade召喚出JokerJoker那個形態啊 事不宜實測試看看 所以呢這樣子的話真的是可以完全還原出我們JokerJoker的一個型態啊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Kamenlai的Joker這個完整開箱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算是蠻值得買的東西啊 因為呢我覺得Joker比W帥 老實講我自己覺得 Joker那個全黑啊 雖然他的五官已經金物塊完全不見啦 就是他兩個大大的敷衍跟他的那個天線啊 但是呢全黑消光就是高質感就是帥 而且我們難知好變身時還會用 跟他完全相反的純白色的西裝進行一個變身啊 Joker這次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騎士啊 所以那一段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神物Kamenlai的Joker JokerT2記憶體完整的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請大家的朋友們收看 我們下次見拜拜